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圣名正道 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继续来分享雅各书中的智慧 第五章的智慧 我们称它为超越的智慧 那到底这一章里面的智慧是超越什么呢 我们看到有五种的超越 第一个超越就是超越钱财的罪恶 这是我们在上个星期二已经分享的 多少人因为钱财而犯罪 也多少人因为钱财的问题 家庭破碎 婚姻破碎 钱财确实带来了使人的心起了许许多多的罪恶 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 我们要超越这些钱财的罪恶 不是被钱财控制 不是被称为钱财的奴婦 是超越它 胜过它 我们需要钱财 但是我们胜过钱财 来 我们讲第二个超越 就是要超越苦难的敬意 就是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遇到各种苦难 我们要超越它 这第二个超越是在七节到十一节 那请面 那请面 在这一段里面 要叫我们认清楚人生的苦难 不只认识苦难 甚至要去接受这种苦难的人生 我们都期待明天会更好 我们也是这样的祝福 明天会更好 但主耶稣告诉我们 明天是不会更好的 祂在祂的讲道当中 包括在启述的启示当中 都不断地启述我们 明天不会更好 因为受到灾难的日子 祂主再来的日子的那种种种苦难 似乎越来越多的 既然苦难是必须有的 也已经是个事实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它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有苦难 有苦难已经不是问题了 有苦难是全世界都有苦难的 每个人都要经历了的 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苦难 问题是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怎样应付苦难 我们怎样胜过这些苦难 这才是问题 那从雅各书的这一段教导来讲呢 就是告诉我们要忍耐 要忍耐 一定要忍耐 是用忍耐来应付这些一切的苦难 苦难既然是必须有的 也不会消失的 那就要用要去面对它 接受它 用忍耐去克服它 所以你短短的七节到十一节 这短短的五节里面 你看到没有 雅各长老用六次忍耐 来说明忍耐的道理 第一种忍耐叫做弟兄姐妹的忍耐 这个弟兄姐妹的忍耐就是教会的忍耐 弟兄姐妹就是代表教会 所有的教会 这一种忍耐叫做农夫的忍耐 看到吗 每一个信徒在信仰上 他都要杂根 他都要耕种 他都要借出果子 这种农夫的忍耐 第三个忍耐叫做坚固心的忍耐 要坚固我们的心 那就要忍耐 第四种忍耐叫做受苦的忍耐 看到吗 这个受苦的忍耐 也叫做有榜样的忍耐 忍耐的榜样 第五种忍耐叫做有福的忍耐 忍耐到最后的结局就是有福的 第六种忍耐叫做越坡的忍耐 越坡的忍耐不是一般上的忍耐来的 最起可怕 最起痛苦 最起超乎人想象的那种忍耐 这个是有关灵界的 我称它为灵界的忍耐 因为所遭遇的忍耐 包括心灵上的痛苦都已经超越了肉体了 你看单单这个五节当中 雅各长老用六种忍耐 教导我们在苦难中 一定要忍耐 还是忍耐 再忍耐 哪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讲忍耐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 这个是个重点 请看第七节 弟兄姐妹啊 你们要忍耐啊 忍耐到主耶稣来啊 所以忍耐不是一时两时 不是一年两年 也不是十年二十年啊 忍耐到主耶稣来为止啊 简单说我们这个忍耐的功夫 是没有停止的啦 耶稣没有来就是没有停止的啦 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 那时就不需要忍耐了 那时一切都结束了 那既然主耶稣还没有来 那就继续忍耐了 忍耐到主来知道吗 不是忍耐一次两次 一年两年知道吗 这个是圣经讲的忍耐啊 是雅各苏讲的忍耐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 不断的忍耐呢 这样的忍耐是的吗 那那个第七节下不然说 农夫他把他的希望 投资在他种的地里 种的这个田地里 他花他的时间 花他的精力 花他的金钱 花他的种种 就是等候宝贵的畜产啊 我们现在只是要忍耐等候而已 我们付出我们的时间 付出我们的心力 去种天国的种子 信仰的果子 现在只是要忍耐 等他收成 那时间一到了 时候一到了 我们就丰收了 我们就赚翻了 因为这是主耶稣讲的 我们是投资在天国 不是投资在地上 投资在天国 那会是翻倍的 百倍的赚到呀 这个才是雅各书讲的 真正的宝贵的畜产 宝贵的丰收 宝贵的成果 那我们投资天国的时候 我们很早就知道 这是个宝贵的畜产 我们很早就知道了 只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有各种的试探 有各种的阻挡 各种的引诱 摇动了 动摇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不是不知道 天国的宝贵 我们不是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投资了 我们也忍耐了 但问题也有人动摇了 有人开始怀疑了 有人开始要放弃了 所以第八节说 既然是这样啊 我们的人就要更进一步的 进入到坚固你们的心 忍耐你是有了 但是你的心不稳固啊 你现在要坚固你的心啊 心如果不坚固 有动摇 你就放弃了 你就不想再忍耐 你也不要再忍耐了 特别雅各长老说 接下去说 因为主耶稣来的日子静了 第八节 主来的日子静的时候 有更多更多的试探 叫我们离开 放弃这样的投资 放弃天国的这种投资 所以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我们更加要坚固我们的心 现在重点就是 弟兄姐妹 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出问题了 我们对信仰都没问题 对圣经的讲解也没问题 问题在我们的心啊 动摇了 心已经不坚固了 所以兄弟姐妹啊 你投资天国的心动摇了吗 你对天国这样的付出 机会啊 努力灵修啊 奉献啊 侍奉啊 手动力啊 你的心动摇了吗 所以第九节 这说明在我们忍耐的过程当中 在等候主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埋怨的事 因为有埋怨的事发生 有一些我们痛苦的事发生 我们就埋怨了 这些事不是我们想要的 不是我们甚至想到的 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就是我们不要的 化身了 我们才会埋怨啊 你喜欢了 你怎么会埋怨呢 你想不到在教会里 会有不和嘛 会有功绩嘛 甚至会有毁谤的东西啊 甚至在教会里面遭受到 逼迫啊 有没有 你会吓到了 怎么会这样 你就埋怨啊 教会也这样子的 有搞错没有啊 我讲过一个见证嘛 对不对 耶稣告诉他 有两只鬼啊 你来信主过后 你信主之前 有信主过后 都有两只鬼跟着你啊 还记得这个见证吗 有一只鬼原来就是外面的 他的朋友啊 亲戚啊 家人啊 来逼迫他 攻击他 他来到教会 席了了 成为教会的儿女了 这一教会也面对到这种攻击啊 迫害啊 他很痛苦的 结果离开教会 他讨回他的外教会去聚会 后来主耶稣找他回来 主耶稣问他 我的教会在哪里 他说 真耶稣教会 主耶稣问他 那我的家在哪里 他说 正耶稣教会 他突然间想起了 耶稣跟他讲的 有两只鬼跟着你 这个人的鬼就是要 让他离开教会的 让他离开神的 他为什么可以 这么准确地回答主耶稣呢 原来 他在找教会的时候 他要找真教会的时候 主耶稣亲自带领他 真耶稣教会 神的教会 主耶稣直接跟他讲 那主耶稣也自己跟他讲 这个真耶稣教会 就是我的家 神的家 这是他很清楚的 所以主耶稣才会问他 他离开的时候 主耶稣就问他 我的家在哪里 我的教会在哪里 你知道的 那我要讲的 那就是因为有埋怨 对教会埋怨 外面有攻击 他可以接受 为什么教会也有这种攻击 所以亚哥长老在第十节说 弟兄姐妹 第九节说 我们不要彼此埋怨 人家对你不满 你也对人家不满 人家对你批评 你后来也是对人家批评 对不对 你也是在那边攻击对方 因为互相都在攻击 这是谈到教会的不合 还有呢 还有同工之间的不合 同工传道知识掌制之间的不合 还有家庭的不合 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的不合 同工之种种 种种都会让我们遇到 都会化成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亚哥长老他没有逃避这些问题 他直接的说会化身的 但是不要埋怨 兄弟姐妹不要埋怨 更不要互相埋怨 为什么不要互相埋怨呢 第九节说 因为免得我们受到神的审判 免得受审判 这个是会被神审判的知道吗 纵使你觉得你吃亏了 你受欺压了 你也不要买烟 你交托给主 你安静下来 交给主 主耶稣会替你 如果真的是受委屈 主耶稣会给我们伸焉的 对不对 所以不要埋怨 在忍耐的过程当中 要以那些爱神的 忠心的仆人做榜样 什么榜样呢 属于是我们的榜样呢 这一时节说 弟兄们 你看那些先前那些 那些古代的先知 众先知 古代的那些众圣徒 他们都给我们做很多忍耐的功课 很多忍耐的榜样 我们就与他们做榜样 你以为你一个人受苦 你看 这些众先知 都是做受苦的榜样 是受苦的 不是享受的 他们为了主 为了教会 为了信仰 也是受很多苦的 让你看看圣经的人物 看看许多从旧业 到新业 到我们初期的工人 许多都是为主受苦 为教会受苦的 不是你一个人 你就以他们为榜样嘛 他们付出的比你更多 他们奉献的比你更多 可是他们受的苦 比你更多更多呀 你奉献了什么 你为主受苦 做了什么 这些先知 这些仆人 甚至连命都赔上去的 可是人家有放弃的吗 人家有埋怨的吗 你为自己伸焉吗 也是没有 也是安静地交透给神 那十一节 我们称这些 为主 为神 为父音 为真理 受苦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 神给他们的绝技 他们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都清楚 不单止我清楚 你也清楚 甚至你自己讲到的时候 也拿他们来讲的 可是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忍耐了呢 为什么我们就很多埋怨呢 为什么我们就要放弃呢 所以这里要学习农夫的忍耐 所以我们要学习众先知的忍耐 所以我们到最后这里说 我们要学习业波的忍耐 那个是在所有的忍耐中 最可怕 最超级的忍耐 最超级的忍耐 因为那个不是关于到人攻击你 是人逼迫你了 那关于到灵界问题了 撒旦对你的攻击了 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里所讲的六种忍耐 你能够超越这些苦难的环境 苦难的遭遇吗 你能够超越吗 所以在这个苦难的禁忆当中 那个雅各长老叫我们看 叫我们看两次 两次的叫我们看 不单只要看 而且要认真地看 看就是认真地看 第一 看农夫怎样忍耐 等候地理宝贵的忍耐 看他们怎样忍耐 你看那些种菜的农夫 种果树的农夫 只是丢下去了 然后在那边坐坐在家里等的吗 等他忍耐的吗 是这样等的吗 是这样忍耐的吗 他们不用去施肥的呀 他们不用去浇水 他们不用去抓虫 不用去除草的呀 以为他这样种下去了 就回家那边等他出产 那叫做空等 空空的等待 看农夫等待出产 你认真的看 所以今天等耶稣来 等耶稣来 等天国降临 你怎样等 在信仰上你有施肥 你有抓虫 你有认真 有努力除草 第二个要认真看的是什么呢 弟兄们 你们看 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前了 看到吗 在第九节 审判的主已经在门前了 请注意 有两个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 这里说的主 是审判的主 不是拯救的主 当直接说审判主的时候 就是说门已经关了 福音的门已经关了 那就是进行审判了 这时候你说要回来教会 要来信主 要来悔改经 没有了啦 因为这个时候是审判的主 叫做审判的主 坐在审判台的主了 所以要你认真看 第二个呢 第二个要看的是 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我们吓到的 我们常常说 主耶稣快来了 快来就是还没有来 你知道吗 只是他快要来了 还没有来啊 只是很快了 然后呢 我们说 也不是来坐 主耶稣正在来坐 也不是 不是on the way 你知道吗 这里说已经站在门前了啊 不是吗 你自己看 快来就是说 他还没有来 正来坐也还没有到 来坐但是还没有到 但雅各书这里说 已经站在门前了 到你的门前了 这个要我们注意 很快的 你说没有啦 哪有这么快 on the way on the way 在路上 还没有这么快的啦 就到了 你说没有这么快的 他就到你的门前了 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 我们知道 快来啊 快来啊 或者正来坐啊 雅各长老说 不是啊 已经在门口呀 他的不确性 他的快速性 那既然苦难会越来越多 主来的日子 罪恶越来越多 那我们就是要用六种忍耐 来去忍耐 我们第三个超越是什么呢 12节 就是超越一切的虚晃 一切的假 请度 这里叫我们不要启示呀 不可以启示啊 当我看到的呢 这里是叫我们 要超越这种虚晃 这种虚假 为什么不可以启示 因为很多的启示 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虚假的 许多人的谎言啊 都是借做启示 来做更大的谎言 更大的欺骗 所以这里说 不可以只做天启示 为什么 这里说 不可以只做地启示 为什么 看主耶稣的回答 请看马太福音书五章 马太福音书五章 三十三到三十七节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33 to 37 33 to 37 你看到了主耶稣的解释吗 为什么不可以只做天 只做地启示 耶稣有解释呀 所以雅各长老就做了一个结论 什么事都不可以起 什么事都不可以起 就是主耶稣说的 我们讲的话 事就是 不是就不是 雅各说 免得我们若在审判里面 不是说成是 是又说成不是 免得若在审判里 耶稣说 若再多说 再多说 就是处于恶者 处于撒旦 真的很多人 借做启示 来进行更大的欺骗 若我们说的是真实的 那何必用神的名呢 若我们所说的 不是真实的 我们怎么能够 用神的名来欺骗呢 如果是真的 是不需要用神的名来讲呀 如果不是真的 你怎么可以用神的名来讲呢 那些信里的人 你不需要启示的 因为他们相信 那些不相信你的 你启示都没有用 我跟你讲 你启示 人家就信吗 人家也不信 因为太多 太多人用启示 来说谎了啦 已经太多了 谁会信 当一个人 说话不被接受的时候 他为了要别人相信他 他就会以神的名 来启示 让你相信 还记得前两天的 那个安息日 传道讲的道理吗 回家 这篇道理 有一个工人 做完工了 他想回家 他回不了家 还记得吗 他已经完成工作 完成神的使命 也成功地 工作完毕 为什么他回不到家呢 那就是那个老先知 来骗他嘛 老先知怎样骗他呢 就是奉神的名 天使奉神的名 来叫我带你回去 吃饭喝水 很明显 这个老先知 用神的名来说谎 用天使来说谎 因为要动用到这样 这个年轻先知才会信 不然年轻先知是不会相信的 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事情 在官方常和 在法庭的要求下 我们可以启示 因为我们那个启示 不是为了要说谎 是政府的要求 法庭的要求 意思说你所讲的 你都要向神负责的 向立法法律来负责的 是要负责任的呀 不是说启示就可以的 但是你要向 你要启示来负责任 这是官方常和 跟法庭的要求之下 那重点就是 因为有人用启示来说谎 来欺骗 重点在这里 我们要超越这些虚谎 得胜这些虚谎 虚假 这个是雅各书第五章里面的 第三种超越 请注意哦 现在这个社会 都是西谎的社会 说谎的社会来的 我们讲第四个超越 就是超越身心的软弱 这个是十三节到十八节 时间关系不用念了啦 当我们身体 心灵都陷入了软弱的时候 我们应当怎样来应付它呢 十三节雅各长老说 我们中间有受苦的 就应当祷告呀 这一段是讲述到我们肉体 身心的软弱啦 那有这种软弱的时候 就应当祷告啦 无论是生病也好 受苦也好 都要祷告 除了祷告还是祷告 所以有些人批评我们传道人 你们当传道很容易当 很容易作用 什么事情到你们的面前 信徒问你们什么问题 你们说就是祷告 有什么痛苦又是祷告 什么生病又是祷告 有什么生命有危险又是祷告 这样也祷告那样的 我也会讲啊 这样做传道我也会当呀 and everything that comes their way or every problem every difficulty that comes their way all you say is just pray pray about it pray about it and even I can say that 不然你叫传道怎样讲 不要祷告你叫传道怎样讲 叫你不用祷告 now if you don't want me to say to tell you to pray and what else should I say 你的家里怕生问题 不用祷告 你生病了不用祷告 死亡领导不用祷告 心情软弱不用祷告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you have problems at home you don't want to pray you are sick you don't want to pray you are facing death you don't want to pray are you about to say this 因为祷告是最真实的 也是最有功效的 就是祷告来的呀 because to pray is the most realistic and the most practical or most effective way 就好像有病 要看医生 有病要吃药 难道你叫医生说 不用吃药 医生更有用 不用吃药 不用打针 不用动手术 什么都不用 你是不是要医生这样讲呢 医生是叫你吃药 那我们属灵的医生 属灵的就是叫你祷告 那意思是一样的呀 就是要你好嘛 这里有三件事情 需要祷告的 这三件事情都是关乎到我们肉体软弱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肉体上受苦的时候 肉体受苦的时候呢 要静下来跟主耶稣说 进入你的心内 房间里面 那第二种情形 十四节 你们中间有病的呢 就应该祷告 不但只要祷告 还叫教会来代祷 那可以的话 还请教会的长老 甚至人员 长老知识来替你按锁 帮忙祷告 那意思是说 你要到教会来咯 若不能够行动的 那么就要请教会的 甚至人员 长老知识 传道到你家 去帮忙你祷告咯 这说明是双方的啦 你可以动的 你就要来教会 你不能够走动的 那我们就要去你那边 这个是雅各长老 教导我们的 那第三个 什么时候需要祷告呢 十五节 那就是因为软弱犯罪得罪神的时候 他若犯了罪 那就要逼此 十六节 就要逼此认罪 互相代求 就是你软弱犯罪的时候 而且也不是你一个人犯罪 可能我们自己也有犯罪 所以叫做要逼此认罪 互相代求 因为我也有过错 我也有过犯 我也有这样的软弱 对不对 这个是第四种超越 特别是指超越 肉体 身经软弱的 这些事情 那么雅各长就提出 处以信心的祷告 是大有功效的 那么又加上 如果你又是一个义人 那所发出的祷告力量 是更大的功效 十五节说 出以信心的祷告 是要救那个病的 纵使他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为什么会蒙赦免 因为彼此认罪 他那个犯者也认罪 那我们又替他祷告 求人原谅 那就可以得医治呀 因为义人的祷告 所获得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那十七节 长老就提出 以利亚的祷告 特别说 他跟我们是 心情中一样的人 你不要以为 以利亚是有什么 特异功能 特别有能力 有特异功能的 以我们心情一样 就是说 他也是会软弱 他也是会累 他也是要休息 他也会睡觉 他也有各种 跟我们一样的 那种性情的啦 甚至他也会怕脾气的啦 他也有脾气的啦 难道不是吗 那为什么 跟我们不一样的 在哪里呢 跟我们不一样的 就是 他的信心 他这种信心的祷告 再加上 他是神眼中 忠心的义人 忠心的仆人 原来不一样 只是在于 他的信心祷告 信心的祷告 至于他是义人 我们今天也是 神的义人啦 因性称义的啦 the fact that he is the righteous man in the eyes of God we are also the righteous man because we have been justified by God 意思说 以利亚能够做到的 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到的 that goes to mean that whatever Elijah did we should also be able to do 最后我们讲 第五个超越 最后亚各书的超越是什么呢 就是超越灵性的软弱 请注意刚才超越的是肉体的软弱 现在是指灵性的 是关乎到灵魂生命的 十九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中间若有四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为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要遮盖许许多多的罪 雅各书最后所说的智慧是什么 请大家注意 雅各书最后所说的智慧 就是回转救灵魂不死的智慧 我再重复一次 回转救灵魂不死 是雅各书最后教导的智慧 这也是这一章五种智慧里面的最后的超越 这是信仰中最不确的 最需要 最宝贵的智慧 这里说 有人迷失真道 在言文直接翻译 若有人迷失而离开真理 在信仰这条道路上 迷失而离开真理 这个是信仰里面最严重最严重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会死人的 而且所死的是灵魂的死亡 这种灵魂的死亡 且是永永远远的死亡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有人迷失而离开真理 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这里说 有人就要使他回转 叫他在迷路上回转过来 这个就是教会最重要的工作 这个是神设立教会 就是要拯救灵魂不死 我再重复一次 神设立教会的目的 就是要拯救灵魂 让灵魂不死 可是这些进入教会里面的人 已经迷失了 甚至离开真理了 那进入死亡了 那我们教会就要把他挽救回来 因为这个是教会最重要的工作 救灵魂不死 是绝出脱部教会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今日各个教会的圣工 要不切关心的 不是各种节目 搞很多节目 安排很多节目 累到半死 参加的人也是这一般 那个节目也是那一般 这个部门 有很多节目也是那一般 很多部门都有很多节目 结果参加的人 都是这一般人 好累 我不是说不要有一些节目 是需要的 但是不要太多了 这个太累了 难道不是吗 教会真正的就是进行到 实质在的旧灵魂工作 信徒的信仰生命问题 那种对神的认真 对真理的这种遵行 这些才叫 不切地指导 不切地顺恋 每个部门为了要 一年一年一时的代表 大会的报告 大家都做报告 做很漂亮的报告 那当然也要做漂亮报告 难道做很丑陋的报告吗 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子 但如果你有注意到 后来传到很多年过后的报告 在我部门的报告 就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简单 简单到不得了 因为我们的心 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重点 都放在旧灵魂工作 实实在地带领 信徒的灵魂 信徒灵魂的圣洁 灵魂的悔改 这个叫做救灵魂的工作 这叫做将我们的灵魂不死 你说这个是不是教会 今天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 最需要的工作呢 不要再搞太多芥末了 你实在地牧养教会 你实在地讲生命的道理 悔改的道理 圣洁的道理 二十节 这人应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这人是谁呢 他应该知道什么呢 这个人就是你啊 你就是救灵魂工作的人啊 我也是救灵魂工作的人啊 这个人就是你跟我来的呀 那你跟我要知道什么呢 要知道这个是我的责任 这个是我的工作 这个是主耶稣教会 给我的使命 也是教会托付我的使命 这个人你应该知道啊 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啊 知道自己正在救一个灵魂不死 透过讲道啦 透过勉励啦 透过安慰 透过教导 透过访问 透过责备 甚至是责备 重点是让他的灵魂不死啊 那这样呢 会遮盖许多的罪 人们的意思是 会使许多的罪得到宽舍 为了这件事情啊 遮盖许多的罪啊 我们就发现到了 我们进入里面去探讨 我们发现到 有五个层面的罪 得到遮盖 得到宽舍 第一 对那个迷失的人 迷失真理的那一个人 你救他呢 他就不再离开真理 当他回到真理的路上的时候呢 走在真理路上的时候 你使到他得到宽舍 使到他的罪得到质感 第二 对那个爱心救灵魂的人来说 因为他那种救灵魂的工作 使许多离开真理的罪停止了 结束了 明白吗 我再重复一次 对那个爱心救灵魂的 那个传道来讲 那个长子来讲 我们进化了 那我们这种工作 会使许多离开真理的那种罪 停止 让他们不再离开真理 那就不再离开真理 离开真理的罪停止了 结束了 不是吗 第三个 对于教会来讲 因为教会挽救一个灵魂不死 教会就可以向主耶稣交代 因为教会的工作就是救灵魂的 对主耶稣交代 主啊 我一个也没有失落 一个都没有失落 这样呢 也停止了许多的罪 对社会来说 守在地上 那对社会来讲呢 他又减少了许多的罪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当一个人离开真理 不守真理 没有主耶稣道理的时候 不守主耶稣道理的时候 他什么恶事他都敢做的 一个人没有真理的时候 他又增加了社会上很多的罪恶 欺骗啊 各种罪恶出来 那第六种 第五种 对别人 那个人的妻子啦 那个人的孩子啦 那个人的父母啦 那个人的朋友 因为这个人的回转 那个人的回转 这个人的孩子啦 这个人的妻子啦 这个人的父母啦 都重新的得到喜乐 因为他的孩子回到正确了 家里重新有了喜乐啦 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啦 也挽救了婚姻的破裂啦 所以这件事 为什么叫一个人 从迷路上回转 会遮盖许多罪呢 原来他有这五种层面 遮盖许多的罪有五种层面 第一对迷失的那个人 第二对那个有安心救灵魂的人 第三对教会 第四对社会 第五对其他的人 感谢神 雅各书最后的词汇 就是救灵魂不死 那在这个第五章里面 我们看到教会有六种特色 就是有六种见证 你们自己去找 第一 教会呢 教会是等候主来的教会 期待哪里 你们自己找 第二 第二 教会是忍耐的教会 第三 教会呢 是唱歌的教会 歌唱的教会 好像使徒教会 就是歌唱的教会 常常赞美神的 第四 教会也叫做医治的教会 第五 教会也叫做祷告的教会 第六 教会就是救灵魂的教会 看到吗 这个第五章里面 有看到教会的六种特色 也叫做教会的六个见证 所以我们要在末世里面 把这个六个见证 六个教会的特色 展现出来 表现出来 感谢神的带领 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忍耐 我们雅各书 从一章到五章的智慧 每一章的智慧 我们都靠着圣灵 来分享完毕 但事实上我很感动的就是 最后的那个智慧 那个叫做最后的工作 这就是救灵魂不死 除了救别人 很多时候原来是在救你自己 救灵魂不死 原来也是在救自己的灵魂不死 不要一直讲救别人救别人 原来也就是最救自己的灵魂不死 做了这么多圣工 救了这么多人 当最后自己的灵魂死亡了 有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荣耀呢 自己反而灵魂死掉了 我们来唱诗 352首 352 我们来唱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